《白灰兵》 《非诚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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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福利教授讲到 如果从历史角度来看 那么我就想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大陆的朋友 基本上对这种人的历史 尤其是西藏跟汉人社区的历史 就是不是最清楚 首先就是说大家有一个说法就是西藏制度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但是其实就是说在唐朝我们这个可以肯定的 唐朝当时那个土藩国是非常强盛 而且在中山干部下面已经打了长安 在这种情况下有和亲 有温宸公民警等等 所以从那个七八世纪毫无疑问 西藏是一个帝国 而且是一个非常强盛的帝国 而且可以了就是使得唐王朝就是屈服的 或者要和亲的帝国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另外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以后宋朝是非常的弱的 所以宋朝基本上也没有能够控制住西藏 根本就是属于国家 那么下面就是元朝 那么元朝的话 因为我们看到这里就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元朝把西藏给统一到中国境内 那么这个又是历史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笑话 就在于因为元朝首先是个蒙古帝国 那么蒙古帝国我们知道像那个 那个忽必烈这些他是蒙古的大汉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是一个蒙古帝国大的 他们有另外还有五个其他帝国 就是元 那么是一个蒙古帝国的一个帝国 因为忽必烈他是大汉 所以他还有其他几个兄弟 那么还有另外还有就是五个帝国 那么所以他有兄弟的这个帝国了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不能够说元朝是中国的一个王朝 而元朝只是蒙古的一个世界帝国中的一部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么战伦呢 根据是元朝跟蒙古人发生的关系最主要的 包括就是清朝 那么清朝的话 你看元朝跟清朝所谓的 中国的官方式都认为是中国的一个王朝 其实他是另外一个大的帝国 是由异族的征服了汉文化的大的帝国 然后呢因为这两个王朝的话 他们都是信奉沙满教的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说从沙满教的系统 然后去尊重就是藏传佛教 那么这样就把藏人就是那个尊为 就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老师 所以这种就是所谓的就是那个 Praise and Tension 就是这个关系 就是一个是精神上的老师 另外一个呢就说元朝或者清王朝 那么对藏传佛教了 又进行某种就是恩主的那个方式去保护 那么去那个就是帮助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看到了 从元和清华 那么显然就是两个王朝的这个就是皇家 他们其实在精神上 其实就是臣服于是藏传佛教 但是在精神上 在那个军事上 在经济上和政治上 进行某种保护 进行某种的支持 所以这里面呢 就不是像我们今天说的 智库以来 西藏就是中国的版图 那么当然另外一个 设立到四九年以前 那么四九年以前 那么当然主要我们讲的 就是达拉网十三世的那个期间 那么因为达拉网的尊者的话 四世的话 是要到就是四季典以后 那么才那个就是那个做床 才那个不是做床才执政 才那个掌管政教大权 所以基本上就是达拉网十三世 那么你看在民国时期 甚至在民国之前 清王朝时期 军法时期 那么达拉网十三世的一个最主要的 就是要维持西藏的独立 所以在这种情况 你看到就在那个二战的以前呢 就是包括清王朝 清王朝的垮台以后 民国五军法混战时期 其实达拉网十三世的 我做的一个最重的事就是 当然这可能是一个错误 就是一种闭关锁国 就是我这边那个 不要跟其他 尤其跟汉人 不要发生什么关系 跟中国这边 那么但是另一方面 就是有独立的外交承认 那么也有独立的护照 也试图了跟一些国家 一些英国、美国、印度、尼泊尔 都有一些外交关系 那么所以从这种角度来看 你看几次国民政府 当然国民政府和共产党政府 都利用了达拉喇嘛 跟班长喇嘛的这些矛盾 那么是否想进入到西藏里面去 所以这里面很难说 西藏就一直是中国的领土 就是这里面的领土的发展 我跟夏明教教 刚才这一方 关于西藏历史上 西藏和中国的关系 这个方面 我再补充一点 就是西藏问题 所谓西藏问题 它的深圳产生 我认为比市里面更早 在民国清末的时候 就开始出现这个问题 他在清末王朝 到了末期的时候 面对西方国家的入侵 我们开始觉得这个地区 他们之间的关系 并不很明确 然后呢 还有荷克拉人 入侵了等等 这一段历史 简单一点讲 我们明确的开始出现 让汉人所关心的西藏问题的时候 就是说西藏革命之后 西藏革命之后 你发现在民国时期 有相当多的著作 题目就叫西藏问题 还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 你怎么解释 西藏有西藏的解释 中国有中国的解释 但是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 存在着一种关系 那么中国认为 这是一个政治体制 你是属于我的 藏人认为 这是一种宗教上的联系 而宗教上的联系 两个王子 就是王室之间的联系 你可以这么说 严格说来 你不能说它是王室 对宗教上的联系 在清王朝崩溃之后 这个关系自然就消失了 因为 党养和西藏国这边 跟那个民国 无神论的民国之间 不存在宗教上的联系 于是 我们要注意到一点就是 1912年的蒙藏条约 这个条约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就是说 当时在辛亥革命之后 提出的五族共和 这个五族共和里面 在宁国成立之后 很短的时间里面 蒙藏签订的一个条约 就叫蒙藏条约 里面有最重要的一个内容 就是双方承认对方的独立 还有一条就是 当一方受到外敌入侵 另一方没有义务去帮忙 那么 这个条约是存在的 现在的元件都已经找到了 那么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五族共和中的 很大程度是 看你们自己的自说自话 至少有六万两族 你根本就没打算给你共和 有他们自己签给了他们自己的条约 而且那个 那个民国的行政总理 完全没有 这个是无可辩驳的一点 那么很著名的一条 然后民国对西藏的所谓主权 最重要的一条是 吴忠信 吴忠信主持大安郎的座藏签议 这里面 台湾相关的资料已经全部解密 而且我已经有全套的复印件 这套复印件里面都 有吴忠信去参加了座藏签议 之后 发给蒋上正的那个 蒋介石的电报 他自己升职了 他认为他去了一下以后 他升回了脱江之马 也就是 实际上他这个升回 也是他的一个象征 真正主持的典礼的收射证 认为他作为 这是一个宗教仪式 不可能由一个非宗教的人士来主持 这里面有很多的强词夺理 和manipulation 对词句的用法等等 我就不进入这个细节 49年之后的西藏问题 我认为和49年之前 民国这段时间的西藏问题的性质 有相当大不同 民国这段时间 民国政府想尽一切办法 想要做到的 他们主要讨论的是一个主权 一个主权的归属 问题 1949年之后的西藏问题 它是一个民族生存的问题 这个民族生存 包括民族的identity 文化 宗教 政治 政治结构 社会结构等等 都通过六年的战争 完全打乱 完全没有消失 所以 49年之后 也就是我们所谈的西藏问题 我个人用的词是 当代的西藏问题 当代的西藏问题 和历史上的西藏问题 有非常本质的不一样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它牵涉了民族 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 无论是文化上 政治上 各方面的独立 它的运势上 整个的独立的过程 作为一个民族的存在 受到自命的打击 而且它的生存 直到现在 依然是一个人去 非常感谢李嘉宁 谈到了夏林教授 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也就是 西藏是否至乎以来 就是中国的领土 因为这个问题 我想 无论怎么去闹 闹不过去 又是基础性的问题 这个问题它非常重要 那么 我还是想请 关卡扎西先生 对西藏的现状 无论是流亡政府 还是我们所有的 现在的西藏 您觉得怎么看 首先 感谢吴博勋今天 安排这么一个有意义 关于 纯属西藏 教育 我更高兴的是 今天这里 所以在座的各位 都是在 汉人凌王者里面 鼎鼎有名的选择 所以各位 从各种不同角度 从西藏现况 西藏历史问题 凌王藏人问题 对于 人乐的满贪 各位都是亲身经历过 我认为 已经谈到了 西藏的真相 所以这样的交谈 我相信 我相信对于广大跟国人 尤其是年轻一代跟国人 进一步了解西藏问题 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现在最困难的是 在大陆近的跟国人 没有办法去了解真相途径 所以我们这样的交谈 我相信一定有它的积极作为 那我就 我今天 这里是我是 唯一的上手民族 所以我是从藏人的角度 延伸各位刚刚谈的那些问题 我谈一些我的一些看法 3月30号 就是达瑞拉玛 到达印度59多年 我正在纽约上的 罗奇斯特 跟一些中国的学生 我们谈西藏问题 他们都很感兴 跟英文不同 但是他们还是对西藏问题了解 所以我当时 那个主持人是一位韩国学生 他把我们的背后放进 打了我的法相 那大概七十个都是中国学生 他们态度跟英文 所以想相当不错 但是他们都不理 那我从谁是打来打我 从这个主题切入 开始谈西藏问题 我说 今天我们谈西藏问题 四个字 这四个字非常重要 什么是西藏 什么是我地 所以我说 今天我在座这里 就是西藏 所以 凡是藏人 谈西藏的时候 包括了 目前中共所说的 西藏这个区 四川省 四川省 四川 凡是藏者 只有阿巴 藏者 一半是安都地区 一半是坎州地区 一半是坎州地区 他们把1949年之后 并到四川省 然后是青海省 那青海省 那全部是西藏的地方 一共有六个藏者 一半多半都是安都地区 那部分是西藏的地方 六个藏者 然后就是甘肃 甘肃有一个藏者 就是一个藏者 那同样的 在云南 前任上东 西藏的皇上 就是出生在云南 所以这几个包括 从我们通常讲的四川义区 就是我们藏人理解里面 都是西藏 这里没有任何怀疑 我说跟他们解释了 身为藏人 谈到西藏的时候 这就是西藏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地方 生活的那些藏人 讲的都是藏人 吃的都是藏人 念的都是藏人 没有任何意义 当然有些地方的方言 口音稍微不同 但是一个文化 一个邪漫 如果文化 方言稍微不同 但是我写字 不管是一群 汉巴汉部 都可以研究 这就证明了 这就是一个民族 所以这就是 我们所讲的西藏 那另外就是问题 我当时 跟丰松义教授 有点相似 那李嘉丽民主 更解释详细 我说西藏问题 什么时候证实 1949年之前 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 还没有成立之前 没有现在我们所谓的西藏问题 那西藏问题也不是1959年发生的 当时我对他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之后 从五十年代开始 在西藏东部 抗击去韩国地区 进行的所谓的民族改动 宗教改动 让藏人大力下去 慢慢慢慢 他们来到西藏宿湖 拉萨 那最后发生1959年 拉萨事情 所以当时在达赖喇嘛 了解各种情况 他在决定 我留下了西藏比较好呢 还是暂时出去流亡对藏民族比较好 在安华认为还是出去比较好 在此之前 他去过印度 跟当时的印度独立 尼克鲁唐 很详细的情报 他临旺州民族 所以1959年西藏被全部占营之后 那现在我们的数字就是说 十五万西藏 临旺州民族破坏 那其中大部分是在印度 那印度里面 大部分都在南印度 那在西方国家里面 现在最多的就是北敏 据我们初步的统计 在北敏地区一目有三万三百 那如果这个统计比较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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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后的十几年里面 北敏地区可能变成为 第二大令王三尔市 所以这是一个 我对西藏和西藏问题的一个了解 这个对年轻的中国人非常重要 好,接下来就是 1959年 达到南印度 然后到现在将近明年就是六场 很多人在问 达到南印度在河外 在干一些事 草人到底在河外做了一些事 一个学生还问 你们走上中间道路 那中间道路以后 如果以中间道路解决讯上问题 你们怎么经营西藏 那我说我怎么经营西藏 我举个例子给你看 1959年我们到印度的时候 认识的只有田骨地 什么东西 现在如果你有居住 我非常欢迎你到河外 草人市 看一看 到底我们在教育办的非常多 我们的所有政策民族 都是现在的民族方式 我们建立了西藏定居点 一共有40多个障碍定居点 这些都是我们经营西藏的结果 在国外能够有这样的成果 如果以中间道路解决西藏 当然我们会有成果 那一个人在问 那中间道路的话 政策到底怎么样 我说你可能是不了解中间道路的 心脏思想 我们谈到中间道路的时候 你必须要了解 这中间的两边是什么 如果你不了解这两个边 你就没办法了解中间的那条路 那一个边呢 就是我们刚刚谈的西藏历史的问题 历史上的西藏定居 那另一边是现在中共统治下的西藏定居点 所以达赖朗跟草人行政中央 激励的政策就是中间道路 那归纳起来 中间道路就是两个边 我们历史上西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这是不争的事实 那另外一边是西藏宪法 那我们既不去争取西藏历史 也无法接受西藏历史 所以为了藏人好 为了汉人好 如果比较夸张 你为了顾汉人的面子 我们愿意留在中华人的共和国家 而且这也是我们的意愿 不是任何人强加欲望 也不是1979年邓小平接见尊者大哥 加入先生的时候 只要不谈独立 什么问题谈 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说了这句话之后 我们才不是 我们早就60年的军事 当初59年 军王印度之后 我们的主杀是恢复西藏历史 但是从60年代入 开始达到了了解到境内的情况 了解到国际的情况 了解到中国情况 认为 最重要的是藏民族要胜出 如果藏民族要胜出 我们必须要保护我们独特宗教的文化 所以为了这个目的 我们愿意入在中国 但是我们采取中间道路 并不表示西藏历史上 是属于中国的英国 所以当中国政府在做各种宣传的时候 有的时候说 从唐朝开始行到中国的英国 但有一段时间说 从元朝开始 那有的时候说 唐朝说不通 元朝说不通 那干脆说自国以来 那西藏的自国以来就是中国 所以这三个都是说不通 所以这是属于历史文 它当然设计的面比较光 所以现在汉人知识分子 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 了解真相之后 诚如各位所说的 研究历史文献的时候 他们看不出西藏历史文献 所以这就是一个基本的情况 但现在很多人比较感兴趣的 在我接触的过程当中 他们说 既然你们不主张独立 那中间道路 为什么没有取得任何的信仰 这个问题我们就官方解释 因为中间道路解决西藏的根本问题上 没有实行结合 也就是说 西藏问题或者解决方面 没有实行结合 但实行中间道路到现在 中间道路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 怎么成果 这是有资料科学的 除了64.7%之外 剩下的也并不见得是主张系统 现在凌王社会里面 最大的两个名字 一个是藏心慧 一个是自由系统学生统 他们是从城到现在主张系统 这是他们的权利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立场没有办法阻挡 这就是我们目前的中间道路 就是纪念的 那如果有一天 西藏议会跟西藏人民觉得 我们不做中间路线 我们必须要做主张 如果人民有这个选择 我们是实行民主 有应的不能不承担 但是现在我们主张的 自从司政当选 现在第二年 还是维持中间道路的成果 所以 凡是我遇到中国朋友说 就是说 现在的我们这个主张 已经有了高度民主基础的影响 所以你们必须要不要忘记 王毅雄先生说的 就说 达赖喇喇喇喇喇喇 其他问题依然存在,我虽然不敢预测,但是百分之百可以肯定,比现在更难以解决。这是我的看法。 非常感谢郭文财西先生,您刚才引用王立荀的话,确实给我很深的印象。 达拉喇嘛中间道路是唯一的道路,如果不走,如果不去理解达拉喇嘛的政策, 那么民主就真正成为唯一的替代了。 这个话说得非常深刻,毕竟您刚才已经充分地阐述了,您的看法。 下面我想回来说,就是您善意谈的道路,西藏是不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那么我想听一听另一封信息。 西藏这个,我再就是说,中国政府它这个自古以来这一点呢,我们任何一个有点逻辑的人都知道,这个话太不靠谱。 因为自古以来你说,等到什么时候,如果它往前推的话,那个时候中国的规定存在的情况下,它怎么能算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自古以来这个话,我相信,我相信说的人,他也是在那儿强势动力。 这就是说,蛮横的,不给予争辩的这个条件下,他才能说。 你只要任何人跟他讨论的话,他自古以来这一点是肯定讨论不过去的。 那么,但是呢,另外一个话看到的就是历史上,西藏和我们的中土或者中原的这个王朝,确实长期是发生了关系的。 最明显的有史可记载的这种关系,有战争的关系,也有和亲的关系,也有互相承诺提供保护的关系。 以及就是说,向中土王朝表示效忠来换取中土王朝的保护。 那么,这种关系,每个朝代确实有所不同。 平坐旺杰先生就是藏人的第一个宣布成立西藏共产党的这个创始人。 平坐旺杰先生曾经对这个做过很详细的分析,他既站在藏人的立场,也站在中国一个中国革命家的身份这个上面,来分析过他的关系。 他认为就是从元朝开始,从元开始就是西藏和元王朝,不能说是中国人,也很难说那个算是什么。 但是我们都要具体定当什么,我们就具体而言的讲,那么西藏和元王朝,或者说蒙古王朝,那个关系和以前是有所同的。 他已经形成了某种保护和被保护的关系。 那么最后,延续发展下,其中关系比较深的, 平坐旺杰先生称之为,就是说西藏东部地方王和中土王朝的关系。 和西藏中央政府,也就是拉萨政府,和中土王朝的关系不一样的。 这些地方王,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康和安多的,清王朝把它称之为土司的那些地区。 他们和中央王朝关系更多一点,也就是我们现在通常说的, 叫做民族互相交调的,混居的那些地方,关系更深一点。 所谓具体分析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具体问题。 但是对我来讲,我很想提醒我们汉人注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真正把西藏完全占领,在主权上完全占领和控制的。 是1950年解放军入藏以后,是解放军入藏以后。 在此以前,中央王朝从来没有完整的对西藏这么广袤的一块地区, 实施过有效的占领和行政管理。 那么在解放军入藏以前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这个最近的这个状态。 最近的状态,这个最说明问题,我认为它最说明问题。 它比你什么追溯到唐朝,追溯到元朝更说明问题的, 是解放军入藏以前的状态。 解放军入藏以前,从新海革命, 那个拉萨政府把驻葬大臣驱逐出去, 一直到解放军入藏,有38年,一般的说称之为40年。 具体而言的话是38年。 这38年西藏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国家元首,自己的军队, 有明确的边界,有边防关卡,有自己的货币系统, 有发现自己的货币,有自己的邮政系统,发现自己的邮票, 有自己的税收,有一个国家所具有的完整的一套东西。 他这一套东西和中国是没有关系的, 他是完全自己发展起来的, 他也有自己的外交,他和尼泊尔,和英国政府, 和蒙古间定了那个蒙藏协定, 他也有自己的一定的外交。 那么当然,我们现在,我们采访蒙古仁波切的时候, 藏人的领袖们也指出, 确实在那38年期间,藏人放弃了很多非常好的机会。 那38年里头完全有可能明确的宣布自己的主权国家, 明确的获得国际社会的一致公认, 他今天就是个独立国家。 这是解放军入藏以前的西藏状况。 这个状况说明了什么呢? 就是说明了,当年解放军入藏, 是对一个完整的国家, 对另一个民族的一次入侵, 英语里没用因为, 这个词是一点不错的。 然后呢,照毛泽东自己的说法, 就是西藏这个地方很重要, 我们必须加以占领, 然后加以改造。 他自己也在这个说法。 所以我觉得, 就是说, 西藏是不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我们要有严格的时间上的定义, 然后呢,在各个不同的时间段, 我们要知道, 他的状况是什么样, 把这个事实讲清楚, 而不是, 往那个说出一个结论的态度。 这是我们一种对待历史, 一个比较严谨的态度, 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在这个前几条件下, 我们来谈现状, 再来谈未来。 非常可惜的第一句, 我是不是再补充一点吗? 我觉得我们在讨论西藏问题的时候, 有一些重要的概念, 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概念, 应该有一些理清, 比方说,和平解放西藏。 我一项感觉的说法, 因为根据我的研究, 我用了超过十年的时间, 读了大量的, 就会说是海量中的资料, 官方资料。 可以证明一点, 所谓的和平解放西藏是不存在的。 因为解放军进入压萨, 他都完全没有控制西藏, 就是我们说西藏自治区。 不仅是这一点, 就包括柯和安多, 他在1949年到50年, 53年这段时间, 他们也只控制了, 这个我们说的民族杂居区, 然后像果肉玉树, 特别是果肉, 他到1954年也只有名义上的控制, 就是说在果肉宣布成立一个知识区, 但是他并没有控制到基层, 控制到基层是在那六年的所谓民族改革期间, 而民族改革是一次军事行动, 再次提醒助理, 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这是军事行动, 规模是一次居部战争, 这个我在《天空飞翔》这本书里面, 有详细的资料, 包括参战的部队, 哪一支部队, 哪个地方打了多少次战争, 这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资料, 这些资料就说明一点, 西藏首先, 它是对一个主权存在的, 一个适时独立国家的军事务情, 第二, 所谓和平解放西藏, 这是一个完全无打写的东西, 它可以说是一个谎言, 西藏不是和平解放的, 它是无方占领的, 西藏所有的一切, 它的政治, 一直到基层的政治体系, 和原来比方说中的结构, 它是在1959年之后才取消的, 西藏的雪山四十七, 也是在1959年之后才取消, 才被禁, 然后西藏的, 我们现在所说的, 我们知道西藏自治区的范围内的 其实几个县, 它都是在把原来的中和并在一起, 是1960年之后才开始有的, 这些都是在通过战争进行武装摧毁, 所以这不能说是和平解放, 它是一次军事入侵, 而且军事占领, 一直到西藏自治区成立, 1965年之后, 它才解除了军事占领, 它变成了行政上的占领, 但是军事占领是一直到自治区成立,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你只有理解了这一段历史, 它的真实的存在, 你才能理解, 为什么战争一波一波一波的反抗, 直到现在还在反抗, 为什么战争会自焚? 第一个自焚的, 第一例自焚是在阿爸, 2009年是在阿爸, 为什么是在阿爸? 我刚刚写完阿爸最主要的人不切, 就是跟这些人不切的唯一路, 我刚刚玩强, 如果要看这本书, 你就会明白, 实际上在这个六年的战争期间, 1956年到1962年, 中共在整个西藏地区进行了军事行动, 在这个用军事行动进行的意思, 可以说是大土壤, 在这个期间中, 受害最重的, 实际上不是西藏自治区, 而是青海, 就是安多地区, 包括阿爸, 包括那个什么, 包括阿爸和果肉玉树等, 这两个地方, 它是受害最惨, 青海地区的藏人, 将近五分之一死于那场战争, 然后, 这个集体记忆, 可以说, 别乎是什么害人的, 在我没有研究之前, 我也不知道, 那么在藏人, 它是一个集体记忆, 一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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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拆下来, 然后, 这时候, 我们和藏人朋友们, 谈到西藏问题的时候, 我们常常感觉到, 我们谈不到一起去, 因为我们对这个历史的, 了解的真相是不一样的,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到了藏区, 我有一个机会, 2012年, 我们到安多安那个地区, 我们去了青海, 甘肃和阿爸, 我只要跟任何一个地方的藏人, 随便什么人交谈, 我只要能够准确地说出, 你属于哪一个部落, 五八年, 你属于哪个部落, 你这个部落发生什么事情, 它马上就陷入你了, 它就会告诉我, 你一般的人到那里去, 游客门也好, 中共干部也好, 它不会跟你说的话, 这就是说, 在这一点上, 我们常常感觉到, 我们跟藏人朋友谈西藏问题的时候, 我们好像老是觉得有点, 不可拍, 那是因为我们对西藏问题的真相, 它的产生, 它的发展, 它的起源了解得太少, 所以说我们需要不可。 我要说一句就是, 这次也是我和汉土的朋友, 尤其是年轻一代, 或者是和我年龄差不多的朋友, 谈西藏问题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们所谓先入之间, 或者说已经固定的一个概念里头, 这里用词, 这个很关键, 因为共产党是宣传上的高手, 他们非常明白, 他们用一个词, 让你把这个印象固定下来, 比如说我们现在所讲的, 就是五六年到六二年这一段, 所谓民主改革期间, 这些藏区所发生的非常残烈的事情, 共产党一遍一遍地告诉汉人, 那叫平叛, 那叫平息叛乱, 平息叛乱这个概念什么概念呢? 就是那儿的人性叛乱, 所以我们军队就去平息, 他这个平息叛乱, 平息叛乱这个概念不断地重复以后, 我相信汉人朋友们脑子里就是这个, 就是那儿的人叛乱, 那儿的人飙汉, 他们起来叛乱, 所以解放军必须去平息, 没有哪个国家说, 下面叛乱了不平息了, 对不对? 所以就是这个概念, 但是你如果能够把具体的事情, 问题就在于这里, 就是说, 你如果能够把具体那个时代, 那个地方, 发生了什么真实的情况, 讲清楚了, 那么我想任何一个是有良知的人, 都会接受不同的结论, 这个是我, 我觉得我们要不断去做工作的, 就是要讲, 真实的讲道。 我插话一下, 刚刚丁先生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共产党就是宣课起下, 很会造成, 比方说, 中间道路, 中间道路就是有一本书, 各位都很了解, 中间道路的来用具, 他不是突然, 他从六十年代开始, 来理解我, 然后, 那个我们所, 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资质, 我们也订教了什么, 我们的背包, 但是, 中国政府, 认为, 中间道路, 他用几个词, 来欺骗年轻的一带, 欺骗中国人, 他说, 中间道路是独立, 半途链, 变形性, 大西藏, 几年前还说, 国中治保, 他就用这样, 那, 从一个情绪干亡的, 中国年轻人的时候, 大西藏他说, 中间道路也就是, 把中国四分之一的半途, 从中国分出, 那, 谁也会有感性, 所以他会造, 所以, 现在最重要的, 把中间道路来用具, 把這些用詞用詞的背後的目的是什麼? 這些我們在各種場合的交代當中提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是中間道路我們遞交給中央政府的那個文件 備忘錄,它稱備忘錄 我們說全體藏人需要民附其實真正自己的意見書 如果是獨立半獨立變相獨立國中之國 你為什麼不能把這個資料公開在國內 到目前為止盡處 因為你看這個資料,中國人民自己會決定西藏術服人 從中國有脫離 如果有一天把這些真相瞭解之後 我是覺得漢人不能感激西藏人才對 我們願意留在你們跟你們一起 那如果現在還說達賴老闆沒有真正放棄西藏術服人 什麼叫真正放棄西藏術服人 所以達賴老闆一直在強調 我們說西藏是我們沒有爭取西藏術服人 那中國政府一直在說達賴老闆沒有放棄針對 達賴老闆認為兩個不同的咒 如果我們說我們不爭取西藏獨立 說了幾千萬幾百遍 那中國政府一直在強調 達賴老闆沒有放棄西藏獨立 那如果西藏是中國的地方 那你何必要呢 在各種場合就要強調 那如果是一個就是一部分呢 所以任何一個世界上的國家 沒有一個國家和一個個人是中國的大人 就是西藏大人 所以這些觀念的疫情我相比著 因為年輕的中國人他們不改革 他們不了解 只要他們了解 就是解決西藏根本的投資 非常感謝郭伯先生 封教授您要說 我是顯示出來的 要把這個事業 總是馬上拓跨了一下 講到這個 知古以來這個歷史 這個西藏究竟是什麽的定位 其實這個民族國家這個概念 本來就很現代的概念 包括在西藏也是很近代的事情 到了晚清就是列祥進到中國 他們才知道 在一個國際政治關係 是你的專業 國際關係體系裡頭 有一個由這個法理系統的 有條約的協定兵界 在我們民族國家的概念 一天之後才會有這個 去失說這個問題 就進到中國的兵界在哪 中國民族它的人員 他的這個主權 他的這個領土在哪 那些真想這個問題 随之國的問題 他鼓從彈起的時候 但這時候這個 中華民族的構建的時候 這個很複雜 就其實在 記得我們原來書講的國父 他說他在革命在信中 位在同位時期 他是欺俗打爐奔復中華 那些人都是什麼 魔鬼都出外面的人 那麼他趕出去 不要到我們中國來 他記得恢復中華 是那個漢人這個地方 他根本沒有啊 這個奇藏啊 蒙古啊 這個這個 中國裡面是 是蠻 是不是是 是這個蠻醫生 是來 到我們地方 沒有人趕走 他沒有人帶 以後來到中國民國是後才出來 所以他其實是 接納了這個 原來歷千台特別是 梁啟超他們這些人 他們有個 這個 就是Vision 有一個對中國 民族這個未來的 一個 一個人解 他是誰 技術來想 無助共和 就是想 邀請這些民族回來 我們跟你坦核 就是從這個基礎上來 構建 這個中華民族 因為民族它本身 有時候它還不好用 民族概念才國族 如果你要民族 要有它的文化傳承 有它的血脈 有它的宗教 有它的哲學 有它的版圖 有它的版圖 有這個歷史傳承 那這些東西 如果用那個民族概念 蒙古 滿洲 西藏 自然就在中國的版圖之外 所以他以後要選用這個國族版 所以他這時候還假出來 就想把這些周邊的這些民族 還有其他別的民族 像苗啊 李啊 很多別人想拉正來 重新構建 中國中華民族 一開始之後 剛才講到這個十三世 就當時這種 這種構建 其實對周邊的這些民族 它也有這個吸引力的 就是說這個 一個版圖 底下我們有共存 如果像民國原來有個 邦聯或者聯邦系統 就是在原來的文化 像現在也跟 黛拉馬尊這個概念 就是你如果我的 自由我的政教系統 我的這個管轄權 知智的管轄權 不受影響 只有一個民意上的 一個聯邦的邦聯 可以可以 有更密切的經濟人系 我和這個互通有 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接觸啊 但是後來這個關係不說得好 就是你 要盡力黨國 要盡力當一國家 要讓他們神服務 這個中央健全 那麼全民大人有保護 所以呢 就是在這個構建過程中 它本身並沒有辦法 去說服周邊的這些民族 所以這個是從這裡引發出來 現在呢 要建立這個國家 要實行這個全面的 就是單一國家的統治之後 要建立這個 我們叫編故事也好 就是編故事 所以它要把這個邊緣 能夠來去 來去 窒息其人 所以它不可以修了 所以現在說 如果是 作為中國民族也好 對其他社民族 你要有一個 尊重歷史現實的 一個勇氣 和這個良知 在那基礎上 來去真正活力 不是不可以 就包括現在的 我不要活力 我就要自治 如果你有一個 一個一個 我合一最後的方向 那麼現在這個事情是 我們不去反省的案 你不要去給我 反省 不要去往我的口裡去 你將來 未來你會 可以操作 我是合一 你可以合的 就是我可以在這個 中華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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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晚新開始 至九十一開始 的民族構建 它其實沒有完成 因為沒有完成 如果我們作為漢語 這個職人 跟黨 負責人 因為它本身 並不尊重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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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的 自治的權利 不尊重他們的宗教 不尊重他們的利益 所以他們 要把他們 親愛 神福的 去參加這個 這個 這個大家庭 所以它 它有這麼 如果把這個人推大 它有這麼 的方向 這個大背景 在於它 我能不能接著你這個 這個談話 這個很有啟發 就在於什麼呢 因為中國政府 現在的共產黨政權 它是把它給 造成一個 就是主權的這個 衝突的 但其實從我們 剛才回數來看 其實更多的 不完全的主權 而是一種 民族的一種生存 就是文化 語言 宗教的生活方式 那麼問題是就是說 它的麻煩 在於 因為中國共產黨 第一 它是要奉行 所謂的唯物主義 它對精神層面的 很多東西 就是尊重 那麼就不會去那個 保護 第二 它是信奉所謂的 無神論 那麼對那個就是 周邊民族的那個 強烈宗教情緒 尤其上的的話 在世界上 我們都可以看到它的 宗教情懷 恐怕是世界上 最那個隆忠的一個 民族之一了 如果不是最隆忠的 那個 那麼至少是之一了 那麼雖然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情況下 當然 作為那個 中國大宣傳的 才看 但是沒有辦法 那個把這些問題 就是說 真正的 微妙的 把這個 應對 來回應 那麼很多的中國的 就是 民眾了 當然我覺得也就沒辦法 看著這裏邊的 到底中間道路 它爭取的 細微的 真正的一個關擾 這個民族命運的東西 在什麼地方 而不完全是一種 真正的就是 主權 清晰的分割 那麼這裏邊呢 我還想談一個就是 它裡面還有其他幾個概念 下面是和平解放 其實就是武雙真實 那麼 比如說就是像那個 到底是主權 還是民族 這個主權 還是國族等等 這邊有一個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 涉及到西藏問題 還有一個概念 就是野蠻落後 那麼最後還有一個 隆盧制的問題 所以因為我們呢 大家都知道 我們從那個大陸過來的 那麼我們都看過的電影《隆盧》 那麼隆盧呢 就是它比如說 基本上宣傳的口令就是 西藏的這個 在我們進行民族革命之前 那民族革命 這又是一個 那個就是 非常滑稽的一個口號 中國人什麼時候 有個民族 那麼還會把民族革命 這個送給就是 那個西藏地區 這都是這個 這個 但是它就是 講到就是說 西藏當時有90%以上是隆盧 那麼問題是西藏的話 在某一段時間的話 就是在50年以前 甚至在59年前 其實生人的那個生率的人口 就有的就是最高的時候 可以達到一個三成 那麼所以的話 如果你90%是隆盧的話 你這兩個基本的統計 你就對不起來 因為就是說 如果每個家庭的話 它有時候有一個就是 孩子去生 寺廟裡面去做生人 或者做生泥的話 那麼這是一個家族的一個榮耀 也是一個就是 非常幸運的一個事情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就是顯然隆盧吃了 那些人就沒辦法 對上口氣 另外一個就是西藏所的 野蠻 那麼因此的話 漢人呢就是一種 進步的 一種就是解放者 也就是和平解放者 進步的解放者的角度了 那麼進入到一個 落後野蠻地區區 那麼這裡面呢有幾個就是 野蠻地區 就是說我們呢都沒有討論過 那麼一個野蠻地區就是 我最近呢 讀了 林頓大學 一個叫做 叫 叫 叫 Wittbeck 也是 Wittbeck 那麼他呢 寫過兩本書 一本呢是 《絲綢之路的帝國》 另外一個是 《西藏帝國》 那麼從他這兩本書裡面呢 他就講得非常有意思 就是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如果看了就是 傳統上來看了 遊牧民族的人呢 身材不會牛高馬大 我們就這樣說的 那麼 而漢民族的 農民的民族呢 我們就要非常的瘦弱 他說為什麼 是因為熱量的設計量 是不一樣的 那麼所以 這就很難說 遊牧民族呢 比農民的民族要落後 因為 大學設計的熱量都不一樣 那麼第二個呢 他就講到 《絲綢之路》的整個開放了 整個新旺了 跟遊牧民族是有關係的 那麼無論是西藏 還是就是農民族 還是就是我們今天的西亞國家 那麼他們呢 當時在那邊 因為遊牧民族 他們的商品比較單一 他們需要就是 要經商來進行交換 所以無論他們的羊毛 或者是馬皮 或者就是這些肉食 那麼希望跟農民族國家 交往呢 他才會有絲綢 才會有這些磁器等等 那麼說到這邊 你可以看到了 遊牧民族 就是有一種強烈的經商的意識 有一種商業的情懷 那麼所以商業的情懷 往往他們是要找你在做生意的 但是你會發現了 龍根的傳統帝國呢 他們就是要修長城 就是要斷你的生路 就是我不跟你交往 然後我就要屯兵 我就要鑄牆 然後這樣的話 往往就是遊牧民族 還要派那個就是使臣 來又要跟你來那個談 但是往往呢 你可以看到元朝 之所以也就是說 禁錮了很多國家 往往是元朝的使臣 派出去了 都是被殺的 無論是日本還是朝鮮 還是在其他地方 都是被殺掉 那麼說這樣的話 遊牧民族 其實有一種就是說 中國要跟你來一個和談 你根本就不 而且你要殺死使臣的話 那麼這樣就移取了這個衝突 那麼第三個呢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了 我記得所謂的文明跟落後了 我認為就是有三大的思想根源 這是我們漢人的 尤其是受共產主義教育的漢人 非常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擡影就是拔出來的 第一個就是 當然是馬列治的歷史觀 馬列治的歷史觀 已經是大臨的這個 所謂的總結歷史發展的五個階段 從原始社會 奴隸社會 封建社會 資本對社會 社會對社會 然後共產黨就說 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社會 那麼這樣的話 他對周邊的民主了 他不接受馬克思說 其實中國很多是亞西亞社會 有很多的殘酷 或者落後地方 他不太說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 因此他以社會主義的 這個馬列治的歷史觀 來看周邊的國家 西藏農曆制度 農曆制度 比我們要落後多 那麼遺族也是這樣的 農曆制度 甚至原始社會 那麼這樣的話 這個馬列治的這個 這個也是機械的這個應用 那麼就使得好像 漢呢 佔據了這種歷史的這個 制高點是進步 然後對周邊的民族 就進行一種 要去和平解放 或者要去文明開化 那麼第二個呢 當然就是 就是中國的這個 所謂的華夏這個民族 是要優位的 這個華夷之變 那麼這個就是說 好像漢族 是這個文明的 那麼那個周邊的都是蠻夷 那麼這個我們也是 華夏中興論的 那麼我覺得也是 中國的幾千元的歷史 那麼一個成見 當然第三個 當然我們也受到很多 西方的這個影響 所謂的 Barbaraean這個 野蠻這個詞 那麼是從羅馬的整個歷史觀 他們來看這個中亞的 去游泊民族來的 那麼所以對於羅馬的歷史觀來說的話 中亞的游泊民族都是落後的 那麼這種野蠻的 那麼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我們受到 這三個歷史觀的影響 我們就很容易了 就用這種自我 既是拿捏水的歷史觀 又是中華的歷史觀 同時還受到西方的影響 好像西方 又是更進步的歷史觀 強化了我們這種前介 我們就好 情不自禁就把它們 全部用在一起 來減省周邊的這些民族 所以我記得有一次 我跟曾子達辣媽 那個英文也只是過 兩次在英文城市大學研討會 那張曾子就講了這麼一個 非常有意思 他說其實就很簡單 他說你想想 他說如果說我們落後 他說其實在對待那個 男人的那個上面 他說那個漢明族有幻冠 那麼有焉痕制度 他說我們這樣 我們從來沒有採取過 幻冠焉痕制度 他說另外的話 對於女性來說 漢明族有上千年的 這個強迫女性殘滋 但是我們漢明族 從來沒有就是 引進這個殘滋制度 他說如果說我們的野蠻 到底有野蠻在哪呢 當然我不否認 昨天晚上我再看了一個 就是西藏歷史 就是從那個 楊哈斯本他們這邊 進去了 還有一個就是 哈雷爾那個 西藏七年裡面 有好的歷史紀錄片 那麼我看了 當然你不能說一次 西藏當時三十年代 四十年代 是香格里拉 它作為一個就是 傳統社會 作為一個農牧社會 那你就現在看到 中國的四十年代 那個產品 也都是很多 確實很貧困 確實很落後 但是它整個 你看西藏的這個文明 那麼西藏的這個制度 那麼西藏的這個整個 就是貴族生活 還有生女的 整個地區的管理 那麼也是有那個 經濟有序 而且也是有各種的 國民的發展 尤其在那個精神層面上 那所以我覺得 對我們漢人來說 對西藏的理解的話 如果我們受到 我們剛才的一些 常見的疏忽的話 咱們恐怕 就像那個 我記得 那位叫什麼呢 一位 西藏上的歷史學家 叫 夏什麼 呃 對 對 那麼他寫的一本書 是那個 那個 西藏的那個 論當代西藏的那個 有一個 英文的 就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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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裡面 他說要讓那個 漢人了解西藏的話 簡直就是 比生天的還難的 那麼其實 如果我們有這些 成績的話 恐怕對西藏的確切事 就很難了解 謝謝